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小朋友先坐下来 跟爸爸妈妈也可以一起跟他做一个比赛 手我们轻松的放在地板上 脚脚可以用弯弯的 我们先从一只脚抬起来 像这样子一只脚抬起来 我们可以跟小朋友比赛可以说我们看谁撑的比较久 或者是说我们一起数到10秒 那我们就可以从1数到10 那我们运动左右要均衡 所以右脚也要抬起来 刚刚抬左脚的话 右脚也要抬起来 那更厉害一点的小朋友 他甚至可以两只脚 两只脚都抬起来 那这动作是连续的 东间可以不要休息 对 我可以左脚抬完 右脚抬 两只脚抬完10秒钟 这样子就会做30秒的核心训练 这样就可以帮助到小朋友 那我们的这个核心训练训练完之后 再来是支撑的训练 手一样 脚也是弯的 手也是放在地板上 那我们可以抬起来 屁股抬起来 变成很像一张桌子一样 对 那跟小朋友讲喔 你的屁股不可以掉下来 一定要平平的 那再进阶一点的话 就是抬一只脚 跟刚刚一样 先抬一只脚 那一样喔 我们跟小朋友比赛 数到10 看谁不会掉下来 那我刚刚讲过 左右要平衡 运动的时候我们左右要均衡 所以右脚也要抬起来 一样可以数到10 不要掉下来 那再更厉害的小朋友呢 一只手抬起来 对 变成单手支撑 单手支撑 就会考小朋友上肢的力量 对 然后换手抬起来 对 换手抬起来 那进阶一点 如果有比较大的哥哥姐姐 她们可以做一只手抬起来 一只脚抬起来 对 这大人做也会有一点吃力喔 对 大人做都会有一点吃力 也可以在家里面也可以跟小朋友玩之外 还可以训练自己 对 那一定要换手换脚 一定要换手换脚 对 好 那在家里面这样子你们学会了吗 好 那我们热身玩 刚刚是静态的 静态的核心的训练 那再来我们要做一点动态的核心训练 那我们等一下 听到有音乐的时候 跑跑步 那因为我们在家里面呢 没办法像在学校或者在公园一样 让小朋友到处乱跑 那很容易撞到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在家里面 原地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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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用音乐去控制孩子 跟他说听到有音乐的时候 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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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音乐的时候 两只手要蹲下来摸地板 像变成一只小青蛙一样 像变成一只小青蛙一样 那我们来练习一次 听到有音乐的时候 跟我原地跑步喔 像这样子 原地跑步 原地跑步 没有音乐 赶快摸地板 那有些小朋友一定会耍赖 这时候爸爸妈妈 你们就可以准备你们两只手指头 赶快去把他扫养 扫养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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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这样小朋友就愿意跟你玩游戏 他就知道 如果不摸地板 就会被扫养 那他就会赶快趴在地板上面 他用这样的游戏的方式带孩子运动 对 陪伴孩子 那我们在那个影片 在刚刚上课之中 我们有跳一首Magic 那我想要在课后这复习中 也带孩子们一起跳这首Magic 那我先做一些讲解的动作 做一些讲解的动作 对 第一个动作 我们要喊声的地方 手手往旁边飞出去 像放鞭炮一样大声地说 蹦 蹦 那他有三次 所以另外一边也要 然后 蹦 蹦 前面也要 然后一起大声地说 蹦 蹦 对 还有一个 等一下 跑跑步 跑跑步 往旁边大声说 哦哦 哦哦 对 大喊 哦哦 那一样他有三个方向 另外一边要大声说 前面 对着芋头老师这边 大声地说 哦哦 那小朋友我们手插腰 准备来跳这首Magic 洗洗一脸 这样洗洗一脸 換边 弹钢琴 再一次洗洗一脸 洗洗一脸 弹钢琴 好 放鞭炮咯 放鞭炮 放鞭炮 蹦 蹦 大声说 蹦 蹦 往前面大声说 蹦 蹦 彈钢琴 一支手指高 跳高高 指一指 换手跳高高 两支手跳高高 我看哪个小朋友跳最高哦 来哦 小朋友扮鬼脸 再一次扮鬼脸 拍拍手 再一次洗洗脸哦 洗洗脸 换边 弹钢琴 再一次洗洗臉 洗洗臉 彈鋼琴 來喔 放鞭炮 蹦 蹦 放鞭炮 蹦 蹦 連環鞭炮 蹦蹦蹦蹦 彈鋼琴 我要看誰哪個小朋友 跳最高 跳跳跳 子弟子 換手跳 跳跳 這一次兩隻手舉高 小朋友伴鬼臉 再一次伴鬼臉 跑大聲一起說 換這邊大聲說 往前面大聲說 小朋友伴鬼臉 機器人走路 洗洗手 往後走 再一次喔 機器人走路 疫情很嚴重 所以我們要多洗手 跑跑步 大聲說 喔喔喔喔 再一次大聲說 喔喔喔喔 往前面大聲說 喔喔喔 小朋友伴鬼臉 跳跳跳 離子 離子 再一次 跳跳跳 跳高高 兩隻手舉高高 小朋友伴鬼臉 再一次伴鬼臉 看誰跳最高 再一次 加油 兩隻手舉高高 最可怕的鬼臉大聲說 阿RRR 再一次大聲說 阿RR 大聲說 Yeah 我們今天主要的東西是 浴球 請幫小朋友準備好的玉球呢 請他拿出來 那這玉球這個東西它是軟的 它是軟的 它打到不會受傷 所以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器材 在家裡面也可以拿來做訓練 那玉球呢 小朋友的手因為它是軟的 一隻手也可以把它抓住 很輕鬆的可以把它抓住 那一隻手可以抓住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訓練孩子的抓握能力 那抓握能力要怎麼訓練呢 叫小朋友用力的去捏這顆玉球 像這樣子用力的捏 但小朋友一定會覺得很無聊 那我們在家裡面要跟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要跟小朋友一起玩遊戲 你要玩得比他瘋 像芋頭老師都會跟小朋友說 小朋友你看著芋頭老師的臉 你的臉要很整你 那小朋友就會學你 他就會玩得很開心 那你們看芋頭老師做一次 小朋友我們一起用力捏 兩下好了 就是你們看著我的臉喔 像這樣子 1 2 3 啊芋頭老師你也三下 啊沒關係 那可以換手 一樣 叫小朋友看著你的臉 他會學你的臉 因為很好笑 所以他會玩得很開心 像芋頭老師這樣 1 2 然後在家裡面要帶小朋友 可以像在上課一樣玩得這麼瘋 就是你要比他更浮誇 他們就會覺得很開心很好玩 那剛剛這個是抓握的訓練 可以叫小朋友抓個10下 兩隻手都抓10下 就可以訓練到他手指頭的力量 那再來 這個芋球剛剛芋頭老師上課的時候有說過 他是訓練我們的觸覺 那有一些觸覺敏感的小朋友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改善 外面一支感銅刷 可能要賣到一兩百塊 但是這一顆玉球 你去十元商品店只要10塊錢 那怎麼做呢 可以請小朋友自己刷 自己刷之外 刷刷他的手臂 刷刷他的手臂 刷刷他的肚子 對自己刷之外 媽媽媽媽媽我們也可以幫他刷 請他趴下來 整個人趴在地板上 我們可以幫他刷他的背 可以刷他的背 刷他的腳 全身都幫他這樣子刷一刷 那在刷的廚中呢 你可以故意刷他的嘎吱窩啊 或者是肚子腹 腹腹旁邊側腹的地方 那偷偷的燒沙癢 他會很開心 那這個遊戲就不會變得很無聊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跟小孩玩遊戲 身體可以刷一刷 身體都可以刷一刷 好這是我們觸覺 觸覺的部分 那再來 有一個前面剛剛玉桃老師 也有上課有講到 來我們要做一個直升機 那直升機我們玉球上面 都會有一個小小的耳朵 一個圈圈 這個袋子 手手比一要把它穿進去 那穿進去的時候 小朋友他習慣動作是 手會彎起來 這樣子拿東西 對 越小的小朋友喔 你會發現 小朋友的手一定都是這樣子 抓著東西的 對抓著東西的 他的手還不會完全張開 那是因為他肌肉發展的問題 那我們手 伸直要跟小朋友說 比一伸直不能彎 然後這是小肌肉協調的訓練喔 慢慢的轉 那很多小朋友他 不會去控制他的手 他就會變成 蹦 啊 玉球就飛出去了 那我們要怎麼幫助孩子 在家裡面也可以這樣子做 玉頭老師都會 小朋友你手比一伸進去 那這個是 這隻手 假裝是玉頭老師的手 或者是爸爸媽媽的手 去抓住他前面的地方 從前面喔 去抓住他 手指頭前面的地方 帶著他的手 去做一個旋轉 帶著他的手去做一個旋轉 慢慢的你把他放開 他自己就會 轉了 那這個東西也是要經過多多的訓練喔 好 那再來 前面我有說 這個東西他非常的安全 他非常的安全 所以 我們可以做拋接的動作 因為他打到都不會受傷 甚至打到旁邊的玻璃 也不會破掉 但是就是要注意一下 旁邊如果有花瓶什麼的 可能就要注意一下囉 那怎麼去訓練孩子的拋接 我們可以從後面 去抓住孩子的手 從後面去抓住孩子的手 兩隻手放在他的手下面 輕輕的往上拋 兩隻手幫他接住夾住這樣子 對 那我們聽到有音樂 我們可以跟孩子說 我們一起來比賽看誰可以 丟十次 丟十次 那有些孩子他一定是像我芋頭老師這樣子 丟上去的時候 哎呀 沒有接到 那怎麼辦 麻煩麻煩你幫我看一下 孩子沒有接到 沒有關係 你幫我看一下孩子的眼睛 有沒有去注意這顆欲求 如果有去注意的話 這樣子就是有訓練到手眼協調喔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的複習就到這邊結束囉 大家掰掰